馨总 我儿子现在在医院 我必须马上赶过去 我真的必须马上赶过去 走吧 谢谢 彩彩 我跟你说的那样讲啊 走了 走了 好了 好了 把这个带上了啊 来 不要带这个 我带这个小朋友摸走笑话我 不和我玩啊 谁说的 这个是钢铁侠的武器 他们谁敢笑话你啊 你们这些大人啊 以为我们小朋友 真的那么好骗吗 你们要哄我 就想一个好一点的嘛 我就快被小朋友们笑话死了 全全 那些小朋友笑话 你是因为他们不了解 明天我带你去幼儿园 跟他们解释清楚 我不 我再也不去幼儿园了 要去 你自己去 哎呦 彩彩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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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周爸爸的错 周爸爸给你道歉好不好 啊 这个呢 是心脏检测仪 是为了帮助你之前帮你做手术的那个医生伯伯呀 更好地了解你这里 这颗心脏的运作情况的 你是不是最听医生伯伯的话了 嗯 我不 带上这个我就变成了一个怪物 我不要 全全 全全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乖乖地把这个带上 我们今天就不去幼儿园了 我们就待在医院里面 小朋友们都看不到了 嗯 去买点水果 他们病怎么能空着手去啊 马上去 要不还是给敏总监打个电话 问问他在哪个病房吧 这 漂亮爸爸 不对 敏霍说不能叫你们漂亮爸爸 而且你还欺负敏霍 上一次是叔叔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好吧 原谅你了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我带发愁 发什么愁啊 说了你也不懂 你说来听听啊 我年纪比你大 说不定能理解你的苦恼呢 周爸爸 爸爸和妈咪 让我带这个 还非骗我说我是钢铁侠 我知道 我根本不是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钢铁侠 怪不得巧克力们都笑起来我 说我是骗子 是怪物 骗子 骗子 走开 我们不跟你玩 你胸口什么东西 真奇怪 谁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钢铁侠的 有啊 又来了 你们大人哄哄小孩子的时候 语气都是一样的 谁哄你了 我哄你我有什么好处啊 是没有好处 可我相信了没有啊 要别的小朋友也相信才行 要不然 他们会一直说我是骗子的 其实啊 你不用太在意那些不聪明的人的看法 可我现在想跟他们一起玩啊 现在他们都不敢跟我一起玩了 是 其实我有办法让别的小朋友跟你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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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啊 我可不像 像什么 像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总之我说的话肯定算数 嗯 去 时间计划我跟你沟通吧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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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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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全 全 红了丁 给你代issen 啊 好了 你现在也是有能量心脏的人了 看谁还敢说你不是刚解下 哇 你好厉害 好酷 capital 哇 哦 不说你酷不顾啊 酷 不 从小就住在医院里 是不是很辛苦啊 不辛苦 敏蕙才辛苦 所以 你真的不能当我爸爸吗 那样 敏蕙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依你妈咪的 条件 想要给你再找一个爸爸 应该不难嘛 他这么多年 就没有他男朋友吗 嗯 没有 他说有我就够了 他还说 他根本不需要男生照顾 咱们俩见了这么多次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敏蕙蕙呀 敏蕙蕙 为什么没有跟爸爸姓 因为我没有爸爸呀 要不然我干嘛给自己找爸爸 真笨 我可以回去了吗 我离开太久 你会找不到我 他会着急的 好 我送你回去 来 把这儿收一下 我们去调个监框吧 能调吗 可以可以 那个一楼 我带你去 行 这边右拐 妈咪 敏蕙蕙 你干嘛呀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到处乱跑 我没有乱跑 是我带他出去玩了一会儿 没和你说 你这身上是什么呀 这是漂亮叔叔帮我做的能量心脏 他说 我有了这个 我就是真的钢铁鞋了 小朋友们就都会和我一起玩 人给你送回来了 我先走了 漂亮叔叔再见 明总监 这是老板给你买的 好 来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 来 重吗 有点重 你没事没事 没事怎么来 那我也来帮你 嗯 好厉害啊 你真的是钢铁匠吗 你和我最近是少看的一样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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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总先来了 今天早上 迷斯的第一次测试数据已经做完了 我来跟你做个汇报 整理好发给哈尔迪可以了 好 嗯 还有事吗 我是来跟你道谢的 你给拳拳改造的那个能量心脏 她特别喜欢 现在她在幼儿园里非常受欢迎 谢谢你啊 这是洗礼 你 不用客气 顺手而已 还有话吗 现在没了 走了 你没话的话 我有几句话想说 那天晚上你说的话 我回去想了很久 你说得对 过去的就该让它过去 我们已经因为彼此的错误浪费了五年 不应该再浪费更多的时间 五年前你是处心积虑也好 阴差阳错也罢 至少你在几次我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 都陪我坚持下来 对不起 还是要谢谢你 我接受你的道歉 也愿意放下过去 从今天开始 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效 各走各的路 可以吗 我可能做不到 我也很想跟你各走各的路 但我们毕竟是伴侣 我们在工作上要经常联系的 好像没有办法各走各的路吧 这倒是个问题 你该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撤资吧 行吧 那我想想办法 要不换个负责人 看在钱的份上 他到哪儿也能勉强接受 你现在这个样子 看上去顺眼多了 对了 测试数据我已经发给哈尔迪了 下次例会我会准时出现 走了 不好意思 他 他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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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医生 小姑娘 你这个伤口不深 最多缝个两针 现在我们用的呢都是蛋白线 不用过来拆线 更不担心留疤了 真的吗 他是我们心外科最好的医生 今天他值班 他说不会留疤 那就肯定不会留 放心吧 可是我还是很怕疼 没事儿 疼的话 那 就用一下这个 谢谢医生 我来帮你做吧 谢谢你消一下毒啊 好 放心吧 不疼的啊 疼 疼啊 疼啊 老板啊 你的快递到了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这种东西了 对啊 上次答应了敏全全要送给他 说话要算话 那小子还挺招人喜欢的 可惜那么小就 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都想起我小时候 他是个勇敢的孩子 跟我一样 看你说起他的样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儿子呢 送我去幼儿院 好